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所以啊 一边听节目 你会不时的感受到台风环伺 混着海风海浪拍打着玻璃窗的声音哦 这也算是亲身体验了海村人的日常吧 本集有三位来宾 其中文史工作者就有两位 嘿 他们风格呢 截然不同 故事情节各自精彩 林正芳老师和吴康琪 一个资深 一个新生代 而另一位受访者是大坑里前里长杨德志 当然啦 要认识这个历史悠久的海村 就得听听这位一辈子以海为生的 其劳他的角度咯 不过 大家先冷静想一秒 大坑是指哪一个大坑啊 光是宜兰县就有两个大坑沟社区耶 除了头城 在苏澳也有一个大坑沟社区 这两边的居民其实呢 同样都来自中国福建省张浦县的大坑村 当年啊 他们来台湾开坑的时候 除了带了两组捕鱼用的古网 勘古的古网 他们也将家乡的名字一起带了过来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地名 尤其从旧地名大坑沟 大家就知道是有勘古历史的所在 而今天我们位于头城的大坑 北有乌石港 南有竹安西口湿地 再加上香火鼎盛的斜天宫 这几个关键字 有没有唤起你对大坑的记忆了呢 马上来为大家翻开一本 行动的渔村博物馆 专访今年82岁的前大坑里里长 他也是斜天宫里监士杨德志先生 大家都习惯喊他Leading 我只看到里长戳一团 看起来这六七十回啊 这是怎样保用的 生活在这里有什么影响 让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生活在这里就空气好 吃人吃鱼 吃鱼的比较青春 对吧 吃鱼的 我记得我阿公 阿爸 我就蒸鱼猎鱼了 蒸鱼猎鱼 蒸鱼猎鱼 砍鱼了 现在最近没有了 那我收起来 你说你自会选择什么事就要换猎鱼 砍鱼了 对啊 换猎鱼了 对啊 有改变过吗 比如说变成去海上出海猎鱼 这种圆鱼 圆鱼就是 出来猎鱼 以前做小孩 阿爸在猎鱼 我们就来安静了 阿爸出海 我们就会选择的时候 都会出海 你差不多几岁开始 到出海猎鱼 你记得吗 对啊 我国学比较的时候就猎鱼了 如果我认为国学比较就算不错了 没讨厌就行很多了 那以前国学比较就是 不通话说 买很多东西 如果出社会就 换猎啊 换猎啊 这样出海猎鱼 猎为国学比较猎到几岁 这帖子 没有 我也没有帖子 你现在猎鱼会出海猎鱼吗 对啊 八十三岁了 你猎鱼都要出海猎鱼 对啊 这是自己没想要退休还是 没有啦 算说退休还是没退休 我身体就好啊 就几岁了 我自己以前 国府自己讲以前 对啊 不然我买去了 对啊 我看前厂几岁厂这位 这个杨大哥在我面前 我实际上没想到想说 现在我面前明明就看到 洪台天的海洋这么大 那平方是你们可能出海有 到海洋的时候 这看着实在是我们这种 不用海 也不会透海的生活 看着就是怕而已了啦 所以前面想说你哪里都不怕呢 就像小时候有关系啊 对啊 对啊 我说我们这样平准 平准几岁呢 我们一边最危险就是在这个 这个文化楼里 那怎么并啊 就去那边的 阿峰前头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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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叫并过了 那边最危险就是叫并了 那边的 我感觉说我今天一定 要死就对啦 自己想啦 没你死沸的呢 金口 金口 落下海底金口就对了 金口 但是金口你会不会动 要粉沸 粉到沸 没人要死一个而已 水就吃多少一 既死沸就不可以了 对 结果我就 它煎到煎来 我就加虚枯 我加水 就原来出来 你自己掉下去你的蜥蜂裡面 那快要加給你人這麼早就出來就對了 對 人這麼早就出來 這樣出來就 打開我就聽到說 哇 你會讓郵影 我問到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怎麼可能不會讓郵影 沒有 對啦 雞講的 沒有啦 不是啦 那個自小的就是生孩子 我聽到這種 那種 雞串的 小孩子 一種自小的狡猾 那種就是 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這很簡單的事情 不過對我們這個 就比較不會效就對了 你那時候 你抓魚就是 你海底什麼 請問你當時 差一點就想說 我這次要死了 那時候 你那時候 你會想到你的信用 去救生命 什麼 你當時想說 要祈求的 有什麼嗎 有這個 祈求的 這也是我說得聽 如果要說祈求的 以我的經驗來說 我對我這個帝君祈求的 我可以說 8月99.9 就是 貼天宮的 這個關聖帝君 對 對 我就是 差不多 三 三十五歲 那我就意見到 後來 讓父母 做生命 感謝做十幾歲 感謝的意思 感謝的意思 這是有這個廟門的 什麼事 感謝的意思就是 廟門 這樣說得更快 就是跟我們社會 公司的接行政 一樣 那你如果要說 看我 你摸一摸就是 你平常沒在看 為什麼特別是這位十三 十三她就 千秋月 我就要一夫董關 就付席 還要過好的事 我就在肚子 那裡 那我都告訴你 那你算自小的 跟帝君做會大 沒有啦 我這樣說話 先不大不小 沒有啦 當然其實他帝君 來這裡沒有 沒有做生 做生 沒有這麼大塊 對 這也是我 我發起的 沒有人敢負責這個 那句 那句買這麼辦 這塊 一千二百多元 還買四百二十萬 那時候有辦法發起 還用這麼大一批 把它整理起來 那時候你的影響力 現在這樣想起來也不知道 那時候 那時候我 我真的賺錢 現在賣了 你在君生笑嗎 確實 那肚子 不是啊 我肚子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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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肚子 肚子 做切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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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企肚子 開始有時候 我就去賣魚去賣 對 人來賣魚 說今天今天 買十塊 今天才買二十塊 今天差那麼多 結果就是 發覺說 人家就拿 還有喔 那個年代做切丸 等一下 切丸跟切丸 不一樣 切丸在這裡打起來 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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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我們把切丸 跳到處裡 你是說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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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魚丸就不一樣 魚丸 你把它切丸 它結構就炒掉了 彈性沒有 沒有 那時候大型的股 出名了 就是有切丸就對了 沒有啦 就像我 魚丸 像我而已 只有你出自己的切丸 對 你說那時候 生理做得好就對了 那時候生理做得好就對了 那時候生理做得好 總是一段歷史 對啦 總是一段歷史 那時候生理做得好 那時候大型做得好 魚丸更多 我一隻一萬斤 我也買了 哇 那時候 那時候有銷子 對 真的有 尤其你剛才有說到 兩日 我知道 到現在都每年全台灣 他們說 也有世界各地 很主張的就是 貴會 這個活動 對嗎 貴會這個 它的影響力是怎麼來的 他來貴會 這也有一個原理 就知道說 我剛才有一個自身帝君 在這裡 講一兩天 那他 裡面也有貴帝君 那他就每一年 十三天 無論是 你拜日 還是 一拜日跟一拜五 拜六、禮拜 這就沒話說了 那他就說 哇 老爺 我裡面有帝君 我還要請來去貴會 保平安 都是人 都是有一個好奇心 我們這帝君 跟我們生活很近的感覺 很娃 很娃 很娃就對了 你就 要娃 跟我說 我要做什麼 跟清洗 什麼 你剛才有什麼事情 可以清洗 我剛才有什麼事情 喔 你如果要了解我 想說今天可以出台東西 要清洗 沒有啦 真是 這是我們 我們人 有地板 跟沒有地板 這樣 這樣 我們說最近 我太太 跟你說 兩位這麼多 有體華 什麼 她一天 這樣 不知道怎麼 要去睡一睡 拍鏡給我 不肚子上 這樣靠 靠不出聲啦 第一天 才變成這樣 哄哄 然後 就去 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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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酒衣 啦 聽到這裡 我們這裡 跌群組去裡面 五十天 吃二十六集 漢尿 漢尿 現在 他洗腦 就不能漢尿 漢尿 我都漢尿 今天 漢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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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 漢尿 蓋上 暈了 暈了 阿嬤再兩點 我會再放了 好早兩點 對 我會再放了 我太太 現在四五點 起來的時候 放百人吃 吃26點 現在好 眼睛都好 人家都好 很好 很好 我有信心 她就要 我有對 所以 好 她就要 報答我 你說到這件事 對 對啊 對啊 我對 今天廟宿 有時候去到這裡好時 有地 有路 也是我一個人 出啊 錢出啊 對不對 我還要給她服務 他也要給我服務 我聽到我覺得很配合 李長你 那是一種平定的感覺 對啊 有這種平定的感覺 我第一次感受到很沉 很沉 為你才學到的 對啊 我剛剛說了 他散 散的時候 沒有人 大家來跟伯伯 沒有人家出來了 對吧 對 我這個傭人家出來了 你 出來了現在 現在很成功 還有廟宿 還有廟宇 還有廟宇 坐這麼多 廟宇那些好時 對啊 這不是全我的功能 啦 建廟宇我都 我去大廟宇 我去大廟宇 給她服務 二十四床 我去一床 就是純病過的人 沒有鬆快 沒有去 對不對 我這樣就是 想說我也 心願意濟 對啦 說比較適合 這樣 對啊 可以來開工一下 我們現在坐在 這個地方 烘烘看起來 就是菇山島嘛 你從小時候 看這隻菇 看得比較大 那菇山島的 感情是什麼 菇山島 我是真實 對啊 以前菇山人 在抓牠 我去做牠 做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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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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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牠 我也正常介紹 牠 別人沒有 你都在找牠 譬如說今天 這個牠的行情 二十塊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看 你就去買 二十塊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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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牠 一半牠 做牠說 送牠 不行 今天 三人都要 牠都賣了 牠都賣了 不過我現在買牠 買二百年 一年 真的有不一樣嗎 旁邊買魚 跟九山島的魚面買魚 跟我們宜蘭在地海邊 抓魚的魚面買魚 你覺得魚面的構成 大地方不一樣 那構成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種牠的魚 會很親切 都有的人比較親切 古山島的人比較親切 對 要像有 女幫 或是我們本層 一些比較古衰 所以你的古山島上 有自己很好的朋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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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裡買魚 會有的小孩 沒出事 我就在買 那裡買到出事 小孩 還在那裡 那牠 他那邊的人比較親切 是啊 我們這些人 會問到 他說 你賺 賺到那裡好 我們賺沒有人來吃 對不對 其實就是 不燙我來買 比較好買 你對那裡的風景 或是生活的感受 你說有時候過那裡幾個禮拜 你覺得在那裡生活 是比這裡多辛苦嗎 不會啊 人家很單純啊 我們這邊吃菜 拿過去 它這個主題菜 要不然搬到咕山 哪有菜 都在賣幫債 債過了 魚 什麼魚都有時候吃 你覺得想過說 以前啦 我是說以前你經常去 你有當時想說 沒有搬到那裡大好嗎 我又說黑白說話了是嗎 沒有 沒有 當人喔 你就知道 他過來這邊這麼大 他就是 頭上去賣賣賣 像現在這樣 一味十五月那大間 千年那大間 愛生就有了 你這個這樣去 比較不好 不… 不方便啦 不方便啦 要是不方便 我這個生活 我生活太浪漫了 只想說 啊 沒上去 不過他比較縮情 比較縮情 對啦… 比較縮情 像這個天 平常說像這個天 他現在 像打過來這平時 南風打過來這妹的這平時 怎麼有那個人的自己 還在手指風鈴嘛 有那個就做 那個… 那個算說 不是伯嬌啦 算說伯嬌 什麼 十虎啊 什麼 那個有嗎 他要跑的 做動性 那是生活單純 不做胖的就對了 我請教李長 你出事後 就是在海邊啦 對 如果說 人生定來一次 你真的想要去試試看 大山裡 大山邊 我沒有去大山邊啦 一天沒看下去 我愛的 那我像我現在這樣 腳腳沒方便 我也是都 在市下 兩點後就起來了 到我那兒 翁翔 翁翁 翁翁到四點 二十分鐘 四點半 我會來 翁翁翁翁翁 翁翁翁 翁翁翁 空氣好啊 空氣好 就更長的時候啦 出來 剛才有朋友 好嗎 你好嗎 小孩子 小孩子 鵝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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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再回到大坑 而是堆積到位於碼頭北岸的外澳沙灘去了 所以呢 隨著地貌變遷 老海水浴場 現在變身成為頭城濱海森林公園 還有一個八角瞭望台 現在都成了熱門的打卡地標 只是啊 別忘了 在這裡最不能錯過的就是 你親眼見證了大自然變化的奧妙 如今在大坑海村都還保留了仙民們生活留下的古景 魚池還有舊廁所 以及那些有趣的歷史背景故事 重點來了 想聽故事的話 還是得請專家出馬才行 有請蘭陽博物館研究點藏組助理研究員林正方老師 回家鄉做文史研究已經三十年 要聊大坑 那最著名的地標烏石港的故事可精彩了 我們直接從一首詩 帶大家瞬間移動到兩百年前的時空 當時清朝宮廷派了烏竹方 就任格馬蘭的第十三任通判 通判是多大的官呢 林正方老師說相當於現在的宜蘭縣縣長 而這位烏竹方蠻有文采的 不但有感於這片土地山海靈異景物秀麗 選出了蘭陽八景 還特別寫詩歌頌 為每一個景觀寫下一首七言絕句 例如和烏石港有關的一景 名字就叫石港春帆 詩是這麼寫的 石港深深口炸開 魚哥鼓罩任徘徊 哪知一夕南風吉 無數春帆帶雨來 這詩在說什麼呢 有請林正邦老師為我們解答 這首詩它把烏石港的特性 描述得非常的精確 你這樣看說海港哪有開跟關的問題 對 可是他說口炸開我常常都看不懂 意思是什麼 所以那個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哥馬人聽誌裡面講說 烏石港是春開秋色 春天打開秋天關起來 因為港口不會有門嘛 怎麼關呢 那其實是我們宜蘭的氣候 冬天就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你就看現在這個浪 就把那個泥沙 都把它沖進到港區裡面 所以在秋天冬天的時候 那個港區的那個水深 大概只有一米多一點 大概一米一一米二左右 那個船是開不進來的 開進來會擱淺 淤積泥沙太多 淤積泥沙淤積 那到了春天的時候 吹這個西南季風 會從裡面把東西往外吹 所以呢烏石港裡面的水深會比較深 大概會到一米五到一米八 但是還是一個很淺的港口 所以它這個所謂的那個口炸開 講起來應該就是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這個開口之後 就所謂的萬船雲起 很多做生意的船就開始進來了 那進來我們其實大家一直 以前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講 說它叫烏石港可是貿易的地方 並不在烏石港 烏石港只是它的入口 清朝時代的港口 它通常都在內河裡面 就是出海口再進來一點點的地方 那個才是真正貿易商部碼頭的地方 但是為了變成這樣 比如說船在我們東海灣這邊走 到處是淡水河口 那你怎麼知道你到了烏石港 對 所以它要有一個特殊的標誌 這什麼標誌呢 就是三顆黑色的石頭 所以因為它和這個烏石港的原因 是因為它在港口那個地方 港水的地方 有三顆大顆的石頭 做它的標誌 所以說我們 我們古早的那種烏石港 為台灣北部 再來是醫生看到烏石港 烏石港 烏石港現在對面的 它有一個河口 有三顆黑酒桃 那就是黑酒桿 這個港水比較寬闊 所以船都在這裡等候卸貨 因為它其實主要的烏石 這個地點是在前面的老闆 它這個烏石 為它烏石港之外 人家 沒有目的地是 頭上老街 這些店家 這些 我們說的 大家說航膏 航膠 航膏 用我們現在的意義來講 就是貿易公司 它為外面種口的東西 這又把我們當地的東西 還沒拿出來 這款的 這是用過航膏 所以魚鴿鼓照 任牌法就是在黑酒桿 這個港窟裡面 准來收來收去 做生理 日本時代 那個華山之際 他就說他准聽你黑酒桿 港窟裡面 那就有那個 假如我們人 收水 再來 拿一家的 那個 那種 野壓還是什麼 要賣給他們這樣子 用收水 還不是過船 對啊 對 第三 哪支一夕南風起 就是有一天 南風起來了 西南氣風 那是算 哪一個幾個 春天啊 他現在說的 這所謂的 我們收水的名稱叫做 九港春帆 十港春帆 對 九港春帆 九港春帆 所以說呢 他這個標題 不說夏帆 不寫 秋帆 不寫 東帆 為什麼寫 十港春帆 是有原因的 就是說 春天 是我們這個 黑酒桿 總控最好的 一個幾個 剛開 因為他 到最後 他會慢慢的淤積 所以說 南風起來的時候 無數春帆 帶雨來 下雨了 然後呢 其實是 意思說 旁純就一直一拍 一直一拍 好像是他們把雨帶進來這樣子 因為 我們 我們剛才說的 就說 這個 黑酒桿是 春開秋色 那跟我們的氣候有關係 所以說 古早時代 我們如果想說 那個時代 來跟宜蘭做成的 就是 來回一大就是一大 一年喔 對啊 他的西南氣風出來時 他就 往北邊走 甚至走到中國去嘛 把我們這裡 宜蘭的火部 拿去到那邊去買 然後呢 在那邊 買一些 我們可以拿到 宜蘭買的東西嘛 等到另外一個 季風轉向的時候 他們又回來這樣子 所以 來回差不多 都是用一年來算的 這樣啦 這跟我們的氣候 跟我們的季風 都有淡波關係 對啊 這跟現在的黑酒桿來說 我們現在要去想說 現在的巫石桿 知道的都是我們觀光化的巫石桿 而且是新興建的 既的你剛才說的那酒桿 其實就是現在南洋博物館所在地 那裡的那幾粒嘛 你說什麼水鼻子 水鼻子 水鼻子 我們那個 文字法裡面叫文化景觀 我們那個 不管我們生日的東西 也把我們所在那片的水鼻子 跟清清和基頂 基頂做文化景觀 那個所在差不多就是 古早的黑酒港的環圍 古早應該是更大難波 他要什麼土石流 淤積什麼的 頂頂讓他這個水鼻子的這個面積 變得更小 但是古早應該是更大 這次要了解大型的海川這個 鎮頭的故事 我去看我們的Google地圖 在這裡輸入大坑裡的時候 這裡發覺說 原來巫石桿藍博 這是在大型的長頂 就對了 這整個範圍才知道說 很特殊的大型的地方 感覺是很容易被忽略 讓人沒注意到 不過問題是 黑酒港是算在這裡 對啦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水域的兩邊 黑酒港順是在台灣本島這邊 如果大客戶 他本地圍應該 古早是一個三州 離開台灣本島的一個三州 照說是無連作會 無連作會 所以你不要聽過人 剛才說大客戶 有一個東地人叫過槓 過槓 要過一個槓 過一個槓 其實它最早最早 應該是要大準過 從頭像 台灣本島這邊大準過 但是那個槓沒有很快 但是是要過一個槓 但是到時代演變 因為我們想不到 我們做一個槓 就可以跟他聯作會 所以一般水養者 感覺不出來 它原地是一個三州 這就是我們宜蘭的特性 你看我們這個 沿海 海邊邊的這些都比較高 那個槓 那槓 就是這樣 它就是 阿樂 滷水 把泥沙一直 從海裡去 彈出去 東北季風 它又把槓 又把槓 捶到回來 所以 它會形成 一個三州 三州 時間又一段 就連著會 變一條槓 槓 槓 再久 就把這個水 把它包起來 變成什麼 變成蚊 蚊 什麼蚊 哪一隻蚊 土製邊在一個溫度的蚊 不然蚊蚊 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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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也是水池的意思 所以我們大家 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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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蚊 什麼 之類的 那無 這是現代人的觀點來看 但是他如果在古早的观点来看 他最不太安全了 安专? 对啊 他市面环水啊 你外面人要来穿一粒 要去穿衣衣衣 还会不过来 你自己想问 有时候是怎么古早人 要去拖古山岛 古山岛什么也没有啊 连米也没有入增 连青菜也要为本土买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他那个地方 他接近这个黑草 所以说捏虎方便 所以说他就捏他的虎 去来到本土买 他买的米啦 菜啦 还是肉丁丁支的东西 所以生活是 古早当然是比较困难 但是最不安全 他们那个古山岛的人 他也不庇护 这那个 大企与这也是同样啊 虽然跟本土买力很大 但是虽然 像我们有一个副城河的作用 这样搅毁掉 他其实是跟我们 多一个 搭一个准来本土买 在这儿 怎么讨论呢 都说捏虎是一种嘛 第二就是我们这儿 很多做行李的旁准在那儿 你还很辛苦啊 这些搬运啊 就很忙碍 整整支吊 如果是 时代慢慢地 越南到岁 咱们像现在 所了解的这些大企丽 都说大企丽啊 已经没勤高了 在地人的生活来说 你看看这个地方 他的定位現在是我們要怎麼看的 現在的大坑裡 他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聚落 他跟我們原來其他的社區畢竟 他的內居在盡窮 第一 你也知道他的大身是聖誕 所以說他原來的族群 幾乎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的相信力很強 第三個就是說 他還算是在我們宜蘭地區 保持很強烈的海洋特性 什麼意思 第一 他們的祖先是朝准過來 也克准在生活 到目前為止也還有很多人在 上屬這種行業 現在如果他現在現代的 我們說來看他都海景第一排 也就是我們地宜蘭地區最有海洋文化的社區 包括他們這個地貨名本來就跟海洋有關的 大廳高的高 高的上面那個寺就是網子的意思 他們這個社區 地基蘭非常有海洋特性的社區 這也現在受到沙灘 海波 那些都沒辦法做勤勤的事情 當然 因為我們現在討厭的行業 整個的整體上的萎縮是普遍上的問題 不然是大企業到這裡 難忘我還是大企業 現在都是中水的人都越來越少 第一 當然是跟它飛沿上有關 第二 整個海洋的主管也有些變化 現在脫海也不像洋國那樣好專家 所以這可能也是要讓我們的海洋 再稍微睡一會兒之後 再再來好海 但是不代表我們海洋文化就會消失去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來做一個專門 比如說我們現在做得很好的賞金等等 因為去到綠色的海洋學習 海洋這些東西 應該還可以進發展 對 老師 你說到的海洋文化 這方面的發展 如果說台灣是一個多數 我們應該說起來全台灣都可以推薦海洋文化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 無主權為止台灣的賞金 就是我們這裡是全台第一 第一的什麼 數量 不是說鯨魚出現的數量 不是賞金的遊客 船的數量跟來參與傘金行為的 這的數量大概全台灣的三分之一 都在我們這個歐洲港 我們在這個地方 山、平原、海 都有 國際上還有法務館 我認為你去法務館的時候 我們就跟我們質疑說 你看看我們這個南洋國務館是全台灣 離漁港最近的國務館 再來 因為這可以跟我們海洋活動 做一個搭配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宜蘭九火水 有時候 鳳台一來 鳳陽一來 沒辦法登島 沒辦法處理賞金 那些人就都走走去南洋國務館 我感覺 歐洲港這二、三十年來 它的經歷一遍 它比海洋修氣文化 面向最完整的一個區域 包括我們大企業國家聯織會 跟剛才外國的沙灘連起來 這未來是我們在提供海洋文化 很好的一個基地 這個地方 你要跟海洋的主題聯繫起來的東西都有 我們其實主要是不要中間 慢慢來 不要殺雞渠軟 不要因爲廢食 我們台灣 海洋文化 有的地方很不追蹤 你去海洋 在那一頓只要買魚 買魚只要吃魚 就這樣而已 就這三行而已 村子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要不然你看這個 我們大慶島這個地方是 全世界最大的陸地 歐亞陸塊 跟全世界最大的海洋 太平洋接觸的地方 我錯過了什麼 你說什麼 歐亞陸塊最大 什麼 歐亞大陸最邊緣的地方 對喔 台灣 對 大家都不記得說 我們身處的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島 但是我們有很特殊的地理的條件 全世界最大的陸地 跟全世界最大海洋接觸的地方 這樣接觸起來有什麼特殊性嗎 為什麼要在意 特殊性 地震特別多 啊 你看你啦 自己吐槽自己這樣對嗎 不 這個是一個 這個世界特別 然後你從這裡一直往北看 你就慢慢發現說 地鄉在變化 從這裡沙岸 現在慢慢走到沙灘櫃 就開始變沿岸 變沿岸 你看看我們本島裡面 那個雪山山脈 由南邊跟北邊 由一位在旁邊說 有一個地方 倡議要在海底裡面 所以說 我們在東北的這個地方 是台灣地理 變化最大的一個區域 我們如果有新北人 是我們自己生存的土地 在這裡 從北邊走到沿岸 一兩點鐘裡面 就是一個很好的地理教學 這是在知識上 再來在文化上 就是說 這個地方 以前有加馬蘭 有漢人在這裡 我們也最大的 一個台灣中原界電 最大的頭上的唱歌 也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再來我們 其實大家都忘記 我們大坑裡的這個觀地廟 那是非常有略數 非常有特色的 尤其是在那裡的貴會 可以說是早期的全台第一 第一的什麼 最壯觀的 場面最大 因為用這個土壇 它的一堆貴會 這是我們宜蘭上最有看頭的東西 老師你說到這裡 我們大坑裡的國家 歷史上也是有大坑煙 對 會存在你能夠跟我們介紹 大坑煙這個軸貫 大坑煙是 是加馬蘭的一個車 他就到底可能現在 如果照資料看起來 應該是日本時代 一個做大坑煙 是把這個車 整個把它搶進去 讓它消失去 大坑煙 這是加馬蘭威 他們的意思就是煮鹽 煮鹽 煮鹽 來海邊 這個海鋀的布坡 白白坡 這把它勾起來 放在鍋底 把它燒熱 燒熱之後 鹹皮的薄草 把它扣下來做鹽 當然我們由所了解 就是說 那種鹽 一定是禁食 我記錄是這樣 我不知道說 他們可能還會 後續處理就比較好吃 但是因為 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料理比漢人的料理 比較簡單 所以說他們對鹽的需求 比較不像漢人 對鹽的需求 那樣複雜 當中的人跟我們台客 這個地方以前的漢人 沒辦法說 這樣問也是假問的 合夢相處 合夢相處 應該是比較難 因為他就糾索 雖然他今天就住在這裡 但是漢人是來的幾多錢的幾萬 這樣 跟他們說 變成少數民族 法令有給他們保護 叫做什麼家流沙埔 這是為一個保護區 規定說你漢人不可以買賣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就是他們這些人的 但是時間一旦 但是時間一旦 也是都讓漢人 騙去 買去 這都流沙埔 這都 所以我們這裡的漢人 你看看 每一個時候都沒問題 人們都著了了 像知道這些以前的族群歷史 對住在這個地方的人 這是來這裡的漢人 老師你覺得那裡有什麼意義 我們去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如果說要看什麼好山好水 你就去跟大陸都一樣 看說 我們台灣就沒什麼地方 躺好去 我們台灣就像泰魯格跟阿里山躺 躺好去而已 世界上去哪 我們要了解說 每一塊土地 都有很深厚的人文背景 每一片土地都有故事 人來到這裡 他要認識這個土地 要跟這個土地產生關係 就是要了解他的歷史 他的背景 他的故事 來到這裡為什麼叫做大客戈 來到這個土地 不管是來這裡出口 來這裡跌渣停留 或是來這裡做大客戈的人 這樣也才有意義 不然你扮到大廈不是一樣 你有一間家就好 你如果不需要 一定要扮到大廈 腦子有錢 不要這樣子挖坑給我笑 開玩笑 我實在大客戈 透過我們這次的彩虹 會覺得說 雖然它是一個地理區分出來的 一個明清 但我也覺得說 那也很重要 就是 不然都只想說 你要去穿鹽咖啡 那裡有一個提防可以散步 其實我們沒辦法說出說 它有一個古代名 所以說現在的行政區域的名 如果說出這個名 我覺得它有一個不一樣的視野 有一個不一樣的溯口就是 它會有一個由來的感覺 對 不然 像我們現在聽節目的朋友 聽到這裡 他會想說 所以我以後要怎麼跟人家說 我後來要來那個地方算 我如果跟別人說 我要去大廈 別人聽到 那會變成聽到沒有嗎 你覺得 是啊 所以我們在地人 當然有一個證券 要把這個建構完成 我的出席 我在這裡出席 所以我有在條跟人家說 要來農區賣 什麼 這是在地人的證券 你人家來這裡 他們就說 你們這裡有什麼好處 好看 沒有 我們這裡派一個地方 什麼都沒有 你去 你去台北處處得好 不要來 那這樣子 人家來幹嘛 對不對 所以在地人 在地這裡的人 本身就 就在那裡的證券 要它了解 要它發揚 跟我們這裡的 一草一木 每一個故事 跟建立的環境 每一個人 那是一個 住在這個土地人的證券嗎 老師 我也想過這個事情 你這樣一個說 我有得到成功 因為我就沒辦法說 我自己故鄉的故事 我當然是 他當然是宜蘭做立宿 也就是這個原因 我剛才在立宿下台 還在研究所堂 台中國的立朝立太 可以下三週 離北過來 還在天堂頭 還在北都回去了 我 我投到研究所二年 我就有時候覺得 我非常疑惑 五千年以前的事情 我真了解 我自己的土地 我的故鄉 是怎麼叫做宜蘭 我一段時間就沒辦法 說不出嘴 我那時候在立宿 立宿研究所的宿舍 我自己故鄉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了解 所以那時候才會下定 我心想說 我就是要回來做地方的立宿 我為那段時間 到現在也是三十年 你本來就應該責武旁貸 要去了解 要我特工會出來 愛會嚮嚇自己 生我所在的故事 這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自己還做不到呢 感謝林正芳老師 不過接下來這位 年輕世代的文史工作者 他做到了 他是吳康琦 在宜蘭投城大坑 這個海村 土生土長的孩子 周遊列國多年後回鄉 他做事散發著 濃濃的叛逆氣息 這也難怪啦 因為他也是一位 Rocker搖滾樂手 今天錄音的這個場地 就是在川岩 Riverstone 這一家咖啡廳 我沒有擔心 直接置入 那個會以為是有業配 我都不用擔心這個 是因為是你 All end All end 我們在這裡錄音 然後又剛好 你是這一集受訪者 可是其實 為什麼要在這裡錄音 跟訪問你 都有很大的背後的原因 就是你 簡單定義自己的角色 我們一般現在常說 是文史工作者 但你看自己是這樣嗎 我會希望啦 因為那是一個 從小的一個夢想 因為以前我的夢想 第一志願是當考古學家 可是那個時候是被 有一部電影 《古墓奇兵》 被他影響 我就想說我的 以後的工作 就可以在椅子上面 跳來跳去 就是那種很帥氣 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 這種東西 就是比較科幻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我要跟他一樣 當個考古學家到處跑 這是當初的想法 對 但那個電影整個 害了你不是嗎 他用科幻的方式 在拍問題 古墓一點都不科幻啊 是啊 可是我覺得他 當然他電影主要的場景 都是比較偏東南亞那邊 那我會發現其實 我換個角色 換個視野去看台灣 其實我發現 台灣的墓園 我會把它著重在墓園市 其實現在能夠看到 墓園的機會越來越少 那我必須要把這些故事 給記錄下來 即使哪一天 他真的變成公園了 可是在我這些做的過程中 我有擔任了一個 記錄者的角色 把這些 其實台灣墓園是很漂亮的 他不像我們一般 像有朋友說 走我們七月來墓園 我說好啊 你不怕 我說為什麼要怕 大家會有一種 傳統的概念 就是去墓園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 可是我從來不認為 墓園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那時候 後來回到台灣以後 我會覺得第一就是 我想要做一個 對在地有故事性的東西 有特殊性的東西 其實老街全台灣到處都有 那很多東西全台灣 其實很多都是 這些有不同的人默默在記錄 那那時候回來偷層 我心裡想說 那我要走出 偷層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去 好好的記錄跟介紹 當然除了老街以外 我自己會去做老街的導覽嗎 還有像二戰 二戰的遺址 那時候太平洋戰爭 在整個宜安海線這邊 海安線做了很多的遺址 現在這些遺址也都存在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我們的宜安獨特的 墓園文化 墓園藝術 這是我們宜安多數以格的 在台灣在墓園的文化上 在各地它有自己表現的風格 像台南那邊就是 他們泥塑很多 宜安這邊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馬賽克很多 馬賽克用在這裡 我很外行 我聽不懂 馬賽克它是小小的 一片一片的那種磁砖 那我在猜想 因為當時候墓園的一個工藝的藝術 一定會跟當時候的一個工匠 他們所取得的材料 是最大的關係 那很自然 就是這些在做墓園的這些師傅 它可能它也有在做 我們傳統講的洋宅 就是我們大概民國 60年前後的那種 小小片小小片的馬賽克磚 最常見就是 阿嬤家裡的那種浴缸的那一種 小小片的那一種 這個在宜安的墓園用的淋漓 禁止 所以你去台灣其他的縣市 你去看 每個地方有它的特色 也有它的不同的變化 宜安這邊 我覺得是 當然就是宜安這邊是比較晚開發 因為這些工藝在不同的年代 會有不同的演變 所以我可以看到 宜安的清代的墓 墓的形式跟墓碑整個是一樣 跟台南同時期 同時期的台南的墓園 就整個比較金碧輝煌 它的規模非常完整 然後再用材料花岡岩 在那個時代是比較貴的材質 它可以用的比較好的材料 宜安這邊可能是剛開發 在清代那個時候 它在人民的生活上 所以墓園就反映人民的貧富的生活 它在做它的一些 可能說用料的取材 不像中南部這麼的嚴謹 跟可能說在材料上 也不會用到這麼好 所以我這邊很多做田調 我們的頭城海岸線這邊看 很多甚至會用那個沙岩 海邊取材 對 沙岩 那其實就跟女王頭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 東北角這邊其實就出產沙岩 可是沙岩有個好處就是 它很容易雕琢 可是很容易崩化 跟女王頭一樣 它脖子越來越細 所以我這邊看到很多 年代比較久遠清代的一些墓碑 其實甚至我字都看不出來是誰 甚至有一些 它根本沒有字 它就是一個歷史唯碑 可能就是一個 我們一個拓荒史 一個開坑史 它可能還沒抵達伊安的時候 就已經可能都在路上 可能遇到可能說以前的道北 很多在那個戰亂的時代 可能就是在路邊 就停止呼吸 所以演變成東北角那邊 有很多的金斗宮 金斗宮什麼意思 金斗宮就是一個鞍啊 就是金斗宮 然後就是它把那個路邊的 可能流浪漢啊 或者一些不明的 那個仙人的骨骸 放進一個我們講的骨翁裡面 這時候有時候人家就會 尤其是以前我小時候 有一個大家樂的年代 就有牌有出牌 人家講明白 有出牌了以後 那它可能有賺到錢了 然後就會把這廟用的比較漂亮 或者 當然有很多歷史典故 可是大部分是 這一些都是一些無主的遺骸 然後我們鮮敏會用一些悲天敏人的 就是說 就是也不要讓他 可能說有野狗叼走啊 這種就是幫他用個斗 我們幫他給收起來 所以在頭城的東北角這邊 其實很多這些 這些金斗宮或大或小 對 台灣最有名就十八王宮有沒有 類似這一種 海難的也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好像是 台灣其他地方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我就想要說 那去了解這些墓園的相關的東西 那也想說 其實我自己也運氣很好 就是有開一家店 你是說這一家店嗎 對 Riverstone這一家店 然後藉由這場餘 雖然我在賣咖啡 可是我們的菜單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有關遊城的 墓園導覽 二戰的導覽 老街導覽 我這裡有一些客人 到後來就跟朋友一樣 他們固定來這邊 就變成他們的休息站 對 所以他們就會 你們最近有什麼活動 像現在最近的頭城的搶孤 然後這些都是比較偏地方型的 的一些活動 秘書活動 那像我們這邊 有可能說有海岸的突堤效應 為什麼 那我們就會講說 因為有什麼原因 那我們現在在做一些環境的保護 然後在 所以我這邊 我這家店會做一個 就是我們前面有海灘嘛 有遊客自然就有它的遺留物 就是很多的垃圾 那當然也會我們在地的居民 就是隨手一丟的一些垃圾 我們就會鼓勵 沒關係 那你如果說 你幫我撿一袋垃圾 我請你喝一杯飲料 可是我覺得OK的 這是OK的 一來我覺得 就是大家有一個概念 就是這些東西把它帶回家 對 然後我這邊請你 就是有點來者是客 可以幫我把我家打掃得很乾淨 我很開心 其實大概是用這個概念去推廣 推廣我們地方的店家 跟地方社區做結合 所以我們這邊常常會做 可能說社區的活動 我們這邊有時候會有DIY 或者可能說 沒有這樣社區 我請大家 阿姨跟阿伯 我請你們喝咖啡好不好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在他們那個年紀 他會覺得喝咖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然後再來就是 很的確我們這邊是海景餐廳 對他們來講會可能說 阿 這是我回去幫他泡 十塊而已 那三合一泡泡的好 他不敢花那個錢 然後我說沒關係我請你 他們就玩了 他們就很開心的來這邊 然後來這邊 其實有時候我的 當然是有目的 把人就是 騙進來了之後幹嘛 以後 然後我就開始說 阿你們以前小孩 因為這個是我要做的田野調查 雖然我大部分是走出去 可是有時候大家 當寄聚起來 有時候大家在聊 我會發現老一輩很喜歡聊 他們以前怎樣怎樣 然後我會發現 這個年代是我 沒辦法還沒出生 沒有辦法參與到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就會聽他們聊天過程中 我覺得以前什麼很有趣 以前我做那個年代 沒有東西吃 他們會去海邊抓 那個海龜的蛋來吃 然後我就無法想像 聽他們講不好吃 而且就臭臭 它不是一個很美味的食物 可是在那一種戰爭時期 動亂時期 其實沒東西吃 他像他們講 連土也吃 連手也吃 他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海龜蛋對他們來講 已經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所以我就無法想像 你看不同的世代 我們無法理解 原來在你們那個年代 原來食物是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年代想到的是什麼 我又胖了幾公斤 我要減肥 我無法想像以前是那一種 有上一餐 我爸爸有講 他們說有時候 我阿嬤租一鍋的米粥 他想要那個挑出有米粒 還挑出沒幾粒 都是水 所以以前整個大坑裡 它是一個比較貧困的一個地方 跟頭城相比 那可能跟台北城 或者當時的台南城 可能又狀況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 滿有趣的 所以我這個據點剛好 我就在大坑這邊嘛 那也算是還滿中心點 就聚落的最熱鬧的地方 我們旁邊有斜天廟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很 用一個地利人和 天使地利人和的 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去介紹我們大坑的歷史 然後再來介紹整個頭城 那當然如果我能力有到可以 當然我們也可以介紹宜蘭 只是目前我覺得宜蘭的歷史 我覺得太豐富了 目前還沒有涉略到那邊 目前還是集中在頭城這邊 你剛一直用回來回來 你去了哪裡 之前 之前 因為其實我很愛玩 所以我在默默當中 就是我剛才不是說嗎 古墓騎兵他是會到處去 世界各國 然後去找遺址 所以我從以前 我就是很喜歡 只要有賺到錢 有一次我就看到我戶頭 剩下五萬塊 五萬塊 我覺得好吧 那去韓國玩好了 所以之前都是比較偏向於 背包客的生活 然後在不同的國家 甚至有時候我都會早上醒來 我不誇張 早上醒來要花個幾秒鐘想一下 我現在在哪個地方 我還蠻享受這種 我不知道明天要幹嘛 明天會遇到什麼人 會做什麼事 其實在這之前我還蠻喜歡這種氛圍的 所以我就到處跑 所以我去國外其實還是一樣 我會去逛牧原 我會去逛他們的菜市場 很道地的 就真的貼近藏民文化 然後我會去吃 反而像那種名牌店 那種我就真的比較沒興趣 然後我就會去走一些 可能買菜 包括他們的田園生活 那些漁港的生活 我也會想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在這之前 我都不在台灣 是在大概2017年才回來台灣的 回來的意思就定居的意思嗎 那時候已經 待在國外待太久了會膩 2017年一回來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鄉是嗎 對對對 就回來 那時候就已經很確定說 其實我就是想要安定下來 因為其實到國外其實 待久了以後 第一你會有一種 不論你住多久 你會覺得你永遠在別人的家裡 你要看著人家 顏色在過生活的那種感覺 有點想像你在帕塔亞 你走在帕塔亞的路上 因為那邊治安有點不好 你要隨時看看旁邊有沒有人 會搶你的包包 大概是那個感覺 那走到台灣我就可以那種 大而化之了 我晚上十一二點凌晨出來 走在路上吹吹海風 我都覺得很自在 其實我剛回來是不太熟的 所以我就想說 回來的時候我發現 我以為我很熟悉 我的成長的地方 然後好像 好像沒這麼了解 所以後來才慢慢的 再去自己去做功課 去多了解一些 我想要以前 彌補一些腦海裡 就是缺失的拼圖 趕快把它補上 好像人家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曉得 然後一直在做這一 然後慢慢的 就不小心就回來以後不知道 其實我回來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好吧 那就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其實真的是身上 反正身上還有錢 還沒花光 那就繼續花吧 就屬於那種真的是 也不是說看不到未來 不是喔 是不會想太多 對 然後就是好吧 走一步算一步 比較像是走一步算一步 那好吧 那就做 然後我以前很想要做類似文石研究 然後就慢慢去做 然後這一塊好像又跟文創 因為做考古學家會餓死吧 對不對 而且很無聊欸 什麼時候有想通這一點啊 那後來我想說好吧 那就慢慢走文創 其實文創也很辛苦 我算是運氣比較好的 有很多貴人在幫忙 然後就是我算是還不錯的 就是在各執行案件都很順利 然後後來發現原來文創 就是我之前在做的一些事情 像以前我朋友來這邊 我會帶他 喔 我跟你講老街有什麼故事 本來你只是一個分享的一個心態 可是到後來 久了以後我變成一個 很像導覽員的一個角色 一樣 就是當我在做一些事情 我發現這個好像跟文創很接近 好吧 那就做做看 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種跟別人介紹自己家鄉 那種的故事 這些文化歷史的東西 跟你看到國外的那些 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比較大的一個 台灣人啦 我覺得我們的民族性 會有一種自卑感 我們台灣人會就 不要啦 蒙哈堡有貴 不要去 你出國旅遊 你去兵馬俑那邊是什麼 你去埃及 還有你去太基馬哈林 不是那種一樣都是蒙哈堡 只是看你今天這樣解讀 我就是無法反駁 對 然後回到台灣 啊不要啦 有貴你會去刷到 你會去 你會給拍咪丟到 你會發現你看台灣光墓園 你就會發現心態就不一樣了 去國外可以看 那個秦始皇的兵馬俑 你可以去埃及 還可以很浪漫的做弱頭 有沒有 那我們也可以去墓園 可以做店什麼事啊 起碼去墓園看墓碑也可以啊 目前有哪些瘋狂的 在台灣的墓園做的事 沒有啦 我覺得該有的尊敬還是要啦 因為畢竟它那個埃及 那個騎駱駝其實 它不會真的踩到那個金字塔上面 它是在周邊的沙漠 對 那我覺得該有的尊敬還是會有 所以我們其實去到墓園 我的心態抱持著說 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因為很多東西在政策 台灣目前政策就是 墓園公園化 其實慢慢就消失不見了 可能再過個二三十年 可能頭神的第一公墓就不見了 這很難講 那很多的藝術跟文化跟它的特色 其實就在一些政策化 還有大家台灣人其實對 很奇怪 就很討厭自己的東西 然後就會不希望它存在 所以其實墓園也是嫌惡設施 對 這很現實 然後就會不希望看到它 要不然就擋起來 所以我在做導覽 我一直告訴人家 我說台灣的特色 是你要懂它的特色在哪裡 它的獨特點在哪裡 所以我很感謝我之前那一種 把自己刺出流浪漢的那年代 我在這之間我看到了很多 我會覺得都很漂亮 各自文化各自精彩 可是我們只看到別人的精彩 我們看不到自己美麗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回來以後 我就想說沒關係 那大家會怕墓園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去讓大家走進去 所以墓園藝術就是我切入的一個點 因為其實你在介紹一個東西 它切入的點有很多 我可以從儀式 我可以從它的可能說行制 可是我是用藝術的方面去切入 大家會覺得 有一次我帶著導覽 我說帶完了你們會覺得很可怕嗎 沒有啊 你在講的是建築跟工法 我說對啊 是不是 可是有沒有把你們騙進來 對 然後你就發現有沒有很精彩 我說有啊 這個要有人帶才可以 我說對啊 那有人帶因為我有去了解 如果大家要了解就不會大家想要去破壞這個地方 希望墓園變成公園 啊 這是最根本的目的啊 就是我會希望這些美麗的地方 我覺得很漂亮 可是大家覺得好可怕 大家不要它 可是這個小孩我就覺得它很漂亮 你不要遺棄它好不好 那我就是想要保護它 大概是這個概念 好可愛 我覺得今天完全得到一個看待墓園不同 很不同的視角 那回到身為一個大坑的小孩 你是在這裡出生的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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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大坑狗的家長們 長輩們 是有沒有需要經過一段小小革命之路 其實還是會 長輩 其實一開始我爸媽 其實有點 你在那邊衝啊 可是現在慢慢的 有時候我會帶他們 我說我們旁邊有個巴黎的墓園 我們去看看好不好 然後一開始他們還覺得 啊 乞串啊 可是到現在他們的反應 好啊 來那看看 他們現在會慢慢的就是有感染到 當然要到哪一輩你要去 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可是年輕人沒問題 大家其實大家都是很好奇 這個有一個很有趣的轉換的感覺 就是你在這裡出生長大 然後雲遊四海世界各地跑完之後回來 感覺在這一件事情上 你像是一個提供者 供應了你自己不一樣的發現 或你鑽研的東西 你甚至可以影響在地影響長輩 那如果去回溯那個你在這裡長大 是什麼東西有累積在你身上 對你來講是你的養分 然後你覺得是影響了到現在 你做的事情的 我覺得環境影響到不大 反正因為你看 像我出生在漁村的地方 可是我家不捕魚 而且不捕魚就算我家還吃素 所以你就想像那個畫面就是很衝突 就是我們附近鄰居大家捕魚回來 會分一些魚嗎 會開始殺魚幹嘛 然後有時候雖然我們家不捕魚 可是鄰居有時候一開始 你在吃什麼魚 我們家吃菜 久了以後他們就習慣 我們門口常常會有青菜出現 所以我會發現 其實整個影響力最大 還是可能來自於家庭 尤其像我爸跟我媽 因為我媽媽她是台北人 她嫁到宜蘭 她遇到衝突點更多 她從一個都市 然後跑到一個鄉村 然後包括其實漁村是這樣 漁村對於男尊女卑 其實是蠻 就是她會覺得這是一個傳統 可是對我來講 這個傳統如果是有侵害到另外一方 我覺得這個傳統就不該讓她繼續 就是那種名字未開的一些的傳統習俗跟文化 所以我媽她說她早期嫁來宜蘭的時候 她的衣服不可以跟家裡的男生晾在一起 超級傳統 就像我現在在做一樣事 我現在其實一直在做 有一些是比較反傳統的事情 我覺得我其實程度上可能家庭的影響 所以我媽一來她不能夠晾衣服 結果我阿嬤把她的衣服丟在旁邊那種魚網很髒 很多蜘蛛網的地方就是旁邊角落 然後她說她剛來的時候 男人吃完 女人才可以第二輪去吃飯 上桌吃飯 有時候甚至不行 你就是大家夾完了 好你默默叫菜味 然後還不能夠上桌 要去旁邊吃飯 這是你家裡 才上一代還有這種事 對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夠傳統 那某些程度上 這樣傳統我覺得以現在的角度 會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現在要求的是全家一起吃飯 和樂融融 以前就是男尊女卑 所以我媽那個時候她就說 她衣服不能亮 好啊 我自己來買自己的帝戈 自己去買一個帝戈 再亮自己的衣服 這一根是我的 你們其他人不要亮 她會有一種反抗 可能說我阿嬤那時代 不准我媽上桌吃飯 我媽我才不管我肚子餓 我要吃 我肚子餓就是要吃 她就不管她 其實她一直在打破這種傳統 可是我相信在她那個年代 她去打破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以我們這一代就要去打破 其實很容易 因為大家已經慢慢想 怎麼這盒理啊 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到我這一代 我慢慢也在做這一些 大家覺得比較有為常理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感受到我這邊啦 整個社會環境給我感受是 男女的差別會很多 其實我覺得另一個名稱 定義你其實是可以用Rocker嘛 是不是 我聽過你唱 就是你做的創作那一首 《媽祖廟電》的唱歌對吧 這是你創作的第一首歌嗎 沒有 這是第N首的 我寫的歌差不多 可能有100首 那有真的把它很認真的錄音 然後用台語發音 其實我台語不好 然後我會想說有一些東西 第一就是比較貼近於地方 所以我後來回來投誠以後的這些星座的歌 就幾乎都是以台語 那巴州表情 沁香它是屬於 它是講228的故事 那我發現老一輩 就我媽媽那一代 因為那就是他們那一代發生的事情 沒有 我媽媽那時候很小 可能是我阿嬤那一代 他們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話題 包括我後面不是有白色恐怖嗎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228 他們是不敢談 不願意談 然後我發現 那這我先沒有 就是發生過的嘛 它就是一個鐵真真的歷史 為什麼不願意去談 然後一定要四書五經 夏商周那種談到這麼遠 幾千年前 然後卻不願意去談一個70年前的事情 然後就是大概讀了我們投誠的 那個228的受難的一個過程跟例子 然後就晚上就把 一個晚上 那一首歌是我真的寫 寫歌寫最快 一個晚上寫完 然後講了就是 整個228事件在投誠受難的一個故事跟過程 甚至還拍一個MV 甚至還跟家屬 訪問他們的後代的家屬 就是訪問他們的那種心境 就是家裡有一個頂樑柱 一家之主 然後一視之間人不見了 然後五六個小孩 爸爸不見了 那這些小孩的重擔 就是都在媽媽身上 所以還去採訪到那種家屬 在那個時空的那種錯愕跟無助 我就覺得那好吧 那就寫一首歌 所以我就寫 因為他是在慶元宮 媽祖廟前 所以就是媽祖廟前的 唱什麼 那剛寫完 我自己衛生紙哭了半包了 邊擦眼淚邊寫完 怎麼這首歌寫得這麼順利啊 有如神助 真的寫得很快 我一個晚上 編曲作曲 一個晚上 大概兩個三個小時而已 我很喜歡那一首 對 會整個人會 所以得要忍住才能夠控制 鼻子跟眼睛的一些複雜的狀況 我知道 我知道 習慣了 就超過空閃 刻美孤的快青 趕走了 看照地本民民 比音樂 沾林 改跳 換代者是 北改來發新 你説 你臟 免疫的時代 是有件事 媽祖你就準備我無關真意 讓我們的願情各苦的路邊 真正臺灣有幾個人在意 一個一個人氣沒有大腿 腳想說大人聽話題 把我們一聲嘴臨的記事 一句句說得好理念 我們是苦來洗洗的親自 腳想說大人聽話題 肯定啊緊張我也是 愛情的人我需要重心 最壞的事情明天出無你 最後我有點企圖想要透過康琦 其實你自己剛剛不小心講了 你有被蜘蛛人電影那一句 能力越大怎麼樣 能力越大能做的事越多 對 既然是這樣 那個感覺你會有 覺得也可以用自己 已經走過來的經驗 也交換一些大概 可以做同樣事情的年輕人嗎 我現在就是看到有一些 我覺得對文創 或者對地方有興趣的 就是比較年紀小的小朋友 就趕快帶壞他們 因為文創這種東西 其實像在台北 台北畢竟比較商業 它在同行之間 我會發現那種競爭很明確 可是在宜蘭這邊我很開心 我會覺得說 大家是抱著那種 因為每個人專業性不同 那我覺得大家各地開花 有最後資源是留在當地 所以我們宜蘭這邊 其實不會有 比較少 會有那種同業的那種 像我跟海波浪 或者跟羅東那邊 我們反而是變成 我現在有接到案子 可以幫我做什麼什麼 我們會用那種合作的方式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種 然後再來就是 這些事情 你有辦法接這麼多案嗎 不可能 所以有不同的 有興趣 大家一樣 一樣興趣的人 年輕人在做這些事 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們現在 我也希望說這邊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場地 大概400坪 這邊有跟朋友在聊 就是說 你想要做什麼展覽 好我push你 你需要做什麼演講什麼 沒關係我push你 我就盡量去給 就是大家需要舞台 大家需要場所 因為不是每個人 像我運氣這麼好 有這麼好的地方 可以讓我去發揮 所以我這邊常常客人 不能去樓上 對啊 因為我樓上在辦活動 我覺得慢慢的客人 也會習慣 雖然還是會有一些人 會抱怨說 為什麼不能來樓上 咖啡館就是要 讓人家喝咖啡 我說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的 咖啡館的發票 上面寫的是文化工作室 我甚至故意把它 秀在我們的發票上面 我們是文化工作室 我們不是咖啡館而已 帥 海村系列是米米之音 與蘭洋博物館 合作直播的節目 第一集是耿方 第二集大溪 還有這一集第三集 我們聊大坑 走讀宜蘭海村 我們可以用聽播客 米米之音的方式 也可以搭配一份地圖 名字叫做 蘭博帶路協助指引 這份地圖 我也會分享在 米米之音的FB 康琦說 有能力的人 責任越大 林正方老師說 懂得說出家鄉的故事 是我們的責任 台灣是一個島嶼 我們對漁村的了解 總是不夠 感謝蘭博的夥伴 和海波浪的夥伴們 一起讓海村系列成真 心裡台灣人 我們在各個了解 一個地方的故事啊 以後可以說 讓我們的孩子聽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後一集再會 拜拜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